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4月11号星期六 我们今天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直播时间 那么国内网友已经提过好几回跟我讲,就希望能够把直播时间提前一点,因为 一个如果我们直播一的时间是美东时间的上午11点,也就是国内的11点,对国内的一些朋友来说就有点太晚了 那么希望能够提前,提前太早了又有一点问题,有点什么问题呢?就是 美西的这个时间又太早,所以我也不敢太早,所以 提前半个小时吧,也就是说美西时间大概是七点半,七点半是美西时间 也就是说美西的网友呢,就要在路上停,或者是 做早餐的时候就要停,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么所以我们 没办法,因为 大家来自于五湖四海,全球各地,我们要迁就这个时间就有点不太方便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先把这个时间提前半个小时,大家先感觉感觉 如果都行,那我们就坚持下来,坚持下去,如果不行,我们再来调整,好吧,跟大家说一下 这是第1个,时间安排,第2个,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讲什么 讲这个从收护照事件,看中共的无痕失证,无痕失证讲的是 一个模式 没人讲过,我们来讲一下,我总结了一下,先讲现象 现象就是收护照 收护照,我们陆陆续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情况,报告 收护照 收护照的对象大概是有几个,最初的时候是公务员 主要是大学、中学、小学的教师 后来就发展到医护人员 后来又发展到银行职员 然后现在基本上扩展到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企都开始收护照 那么原来是仅仅是收护照,现在扩展到收港澳通行证 收台湾通行证 这全部都收了,这就是基本上 出境,原来叫出境,所有出境的证件全部收掉 那么但是呢,他又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执行,他有些地方执行这部分,有些地方执行那部分 这是一个比较受关注的问题,因为这个 很多人就会联想到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要干这件事情,这个并没有政策 没有公开的文件讲这件事情,第二个 也没有政府部门出来 执行这件事情 实际上是各个单位在做这个事情 那么外界就在分析,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可能性最大的目的就是节省外汇 因为这件事情从谁开始呢,从教师开始 中国目前的国际收支,国际收支就是 进来的钱和出去的钱,就是说 买东西的钱跟 卖东西收到的钱叫国际收支 当然还包括资本项目 这本项目我们不说,就是在贸易项目下面的国际收支 最大一块的 支出,或者是赤字,是什么呢?就是旅游 旅游这块是 中国最大的外汇支出之一 每年的这个 非贸易项目的赤字大概有几千亿,大概有两三千亿 所以呢,控制旅游是中国节省外汇的最 最有效的办法 那么出去旅游最多的人是谁 最多的人是教师,因为教师有两个假期,所以 最初收护照是从谁开始 是从教师开始 然后就扩展到 到了 政府机关,原来政府机关不完全是公务员,现在政府机关全收 然后就是事业单位,事业单位也收,国企也开始收 这是一个,这是 大家会联想到做这个动作的原因是因为要节省外汇 但是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可能性 就是控制人出境 就是人身控制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解读,这个政策的解读呢就是 就是 控制出境 那就是 控制人员出境 就是不让大家出门 这是一个可能性 这是一个可能性 收护照这件事情呢 大概是我们把这个现象先拿出来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这是一个 第2个呢,还有一个现象,我讲给大家听,今天我举三个现象来 解读什么叫无痕施政 第2个现象是什么,就是中宣部 或者是各地方的宣传部 对媒体的管理 媒体管理,这个我比较熟 就是 已经实行了好多年了 他的对象是谁 中宣部对着谁,所有的媒体 电台,电视台,报社,杂志 网站,自媒体 现在 媒体是这么多的 那么他们原来呢是开会 开会就是 每个星期各个媒体的头 去宣传部,市委宣传部或者是省委宣传部,大一点的事就是省委宣传部开会 开会要求两件事,第1个 不记录 不记录开会 传达精神 1234 不记录回去,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方式 就是要求不记录,这是第1个,第2个 要求管事的人去,不能够随便安排人去 就是通常一把手或者二把手 这是一个 到后来呢就建群,建群就发什么呢?发指令,就建一个什么群 他们会通常会有一个平台 大家到那个平台上 发统一的指令 但是到后来这个行为也取消了 许销干什么呢 会有人截屏 会截屏泄密 怎么办 打电话 现在是打电话 就是也不开会了,开会太慢 现在的新闻太快,因为都是自媒体 原来开会,现在不开会了,来不及 一星期一次 直接打电话 刷稿子 取消稿子,撤稿子 或者是 处分人员都直接打电话 不记录 不准录音 就这样子,这样子安排 这是什么 这就是无痕 这件事情做完之后 没有痕迹 没有痕迹,谁都不知道 谁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是谁让他干的 就大概就是自己干的 这是一种现象 其实现在开始很多政府部门这么干 这么干事情 就是不出文件 文件会什么,会泄密,会泄密就不出文件了 直接打电话,让你干这个,让你干那个 就直接打电话 这是一块,这是一块 就是刚才我们讲 收护照,这是一块,收护照 是一种现象 然后我说的这个宣传部 指挥也是一种现象 还有一种现象 国家政令 国家政令也这样 什么叫国家政令,国家政令通常呢 要么你是政府部门 要么就是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你出个文件 这是一个方法 要么就是国务院 出个文件 你准备干啥 他现在不 他现在出什么呢 他说国务院,中共中央跟国务院出个什么 关于什么什么什么的意见 这个意见就很奇怪 国家政令也这样 比如说我们之前,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意见,中共中央跟国务院 发个什么什么意见 意见是什么意思 意见就是我有个什么想法 你可以干的,你可以照干 你也可以不干 干呢,你是听了我的意见 没干呢,你是没听我的意见 意见是可以听或者可以不听的 命令才就是只能听不能不听的,叫命令 结果这个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出一个这个意见 意见是什么鬼 从来就没有意见呢 就说一个国家 你要么就出个法令 要么出个政令 要么出个法律 大家征兆执行 对吗 你现在 中央政府 中共中央出一个什么,出个意见 你意见要不要执行 我执行错了,你没责任,我只是提个意见 你要是不执行呢 他是个上级单位,你不听也不行 这就变成什么呢 就变成一个他完全没有责任的事情 就中央政府在干一件 他向着空气说个话,然后底下人要听了,他就听了,没听了,他听了执行有问题,他也没责任 就变成一个这样的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的共性是什么 这件事情的共性是有 有五个共性 我总结了一下,有五个共性 第一个 全部都是政府行为 或者是国家行为 他都具有政策性 就是 从收护照 到这个宣传部的打电话 到这个 国务院中共中央发一个意见,他其实都是政策性的 都是国家行为 都是政府行为 都是具有政策性 这是第1条 第2条 意图不明 就是 他做一件这样的事情呢,他不告诉你为什么 他本来以前 以前 中共执政的过程当中叫文件管国家 文件管理 就是 我做什么事情,我发个文下去 这个文的不一定是对公众的,他有的时候是对各个级别的 这个到18级,这个到省部级,这个到他发文件 上面往下发文件 下面往下发文件 用文件来管理国家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我现在有件什么事情 我准备怎么干 然后各个部门谁干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发个文件下去 照着文件执行就行了 他现在不 他现在呢 他发个意见,你知道他意见什么意思,不知道,你自己去解读吧 所以他 他有隐秘性,他现在做这个,现在不发文件 不发文件是什么意思呢 他不告诉你 他具有隐秘性,这是第1个 第2个 有不完整性 比如说收护照这件事情 收护照,他不发文件,他也不一刀切 他可能召集,这个是 召集 一些部门来的,国资委来开会 这个这个来开会,然后回去你们自己通知 他们回去再去开会,通知 不记录 你干就是了 就是 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不完整性,他不让他不一刀切 但不一刀切是什么意思呢 有些人收了,有些没收 我们这里面就还有一个,叫倖存者的偏见 就是 收的人觉得我这是个案 没收的人觉得那不是个普遍现象 这就要出现,大家 大家就会出现这种倖存者的偏见 就没办法形成统一的看法 所以他不一刀切 他有些收,有些不收 他有些城市收,有些城市不收 有些部门收,有些部门不收 他就这么干 他这有个不完整性,他不一刀切 他的意图是什么呢,第3个不完整性 第3个呢第4个呢 不留把柄 这什么叫不留把柄呢 就这件事情呢我不让,不怕你说 不怕你说 反正呢有些人 说我护照被收了 就会有人跳出来说我没收啊 不怕留把柄 然后呢 有人说但是也不集中 有的时候删掉你,有的时候又不删你 所以大家都觉得这是个案 不警惕 就是 不会引起警惕 这是第4个 第5个目的是什么 目的只有一个 政府没责任 政府没关联 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角色 就是 这些行为不要和政府关联起来 其实这都是政令 都是政策 只不过 这个政策是 隐秘的政策 隐秘的指令,或者隐秘的政令 这叫什么,这我总结了 这就叫无痕施政 悄悄地干,打枪不要 悄悄地进村 打枪都不要 为什么 我来分析一下这件事情 第1个 我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想的是中共 中共的出身 中共出身是什么,中共出身地下党 习惯了 习惯了什么,习惯了搞这隐秘的战争 隐秘的战线 就是什么东西都要保密 不让你知道,这个中共地下党出身 他改不掉这种革命党地下党的这种习惯 工作模式 核心的是什么 核心的是他的基因 这就是他的基因 就是干这种 干这个 这个 叫什么,不让你知道的事情 就是这种事情,这就是基因 为什么要这么干 为什么这么干 几个原因,就几个原因他这么干,几个原因是这么干,第1个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 他是个独裁政权 他想干嘛干嘛 想不受监督 他可以这么干 关键是他可以这么干 他这么干没问题 这是第1条 就是 他是个 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政权 你在西方国家能干这种事情吗,当然不能干 干不了 你一干政府要悄悄地干,怎么可能 收护照你疯了,真的是 全世界哪有国家收护照 你到俄罗斯都不可能 不可能收护照 只有中国能干这样的事情 把居民的护照给收走 那是 收护照什么概念 收护照是限制你的公民权 你要出国你还得写申请 把护照领出来 才走,这比以前还不如,以前还有一张卡 叫出境卡 给了你护照你还得把出境卡 跟出境卡配合你才能走,那也是限制人身自由 把护照收走更是限制人身自由 这是 经典的什么 侵犯人权 就是政府行为,所以他悄悄地干 就让各个单位干,他不出政策,就为什么 隐秘地干,怕人知道,怕别人说 怕别人说为什么,政府你这侵犯人权这是 为什么他会这么干 因为他是个独裁政权 他能这么干,第一条他能这么干 这是第1个 他是属性,政权属性决定了 他能这么干 第1,第2 政府只关注他自己想干的 事情 他只关注他想要的结果,比如说我现在没外汇了 我要控制外汇 我控制居民使用外汇 这个不能切,这个不能切,这都得保住 剩下一条什么,居民使用 好,把居民使用限制一下 剪下来 那想个策略 想个办法,怎么剪下来 一看居民打开居民使用外汇的 构成,一看 老师出国最多 先把老师护照收起来 他只想他想要干的事情 他只想要他得到想要的结果 他不管的比其他的,因为他可以不管 就我说他因为他没人监督他,他不管 所以这一头就说 政府 只关注他想做的,只想要他要的结果 这是第2条 第3条 政府这么多年 执政到现在,1949年到现在 多少年了 执政水平没提高 执政水平没提高才会说 他需要,你想一下,全世界的政府 都在执政 大部分的政府,民主政府,他都在不侵犯人权的 条件下 做到他想做的事情,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你得有执政水平 执政能力 你只有没有这个执政能力,你才需要做那些侵犯人权的事情 这就是水平低嘛,讲到底就水平低嘛 他为什么这么多年的执政水平还提高不了呢 你看这个大学教育都起来了 这个又起来,那个又起来,这跟什么有关系,跟三件事情有关系 跟机制有关系 跟体制有关系 跟 用人有关系 这我们不展开说,独裁政权差不多都是这样的问题 这是第3个,执政水平没提高 还是那个很低的水平 这是第3 第4个 社会变化越来越快 因为现代社会嘛,中国很快的已经进入现代社会啊 现代社会的特点是什么 赚得快 各种变化 赚得非常的快 你政府出政策,风险越来越大 他政府效率不高的话呢,你在这开车会议着呢 那边已经变了 你等着政府议完之后 把文稿写出来 政府一推出去这个政策,哎 事情已经变了 风险非常大 风险非常大 但是呢 这些年的官场的气氛又越来越紧张,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 这个都是一票否决,其实一票否决是从谁开始的 从胡锦涛开始 就是 你这个老大的水平越低 官场气氛就 越紧张 就是他没有什么办法 让你 能够按照他想要的方法去做 那就怎么办 一票否决 就这次胡锦涛开始 胡锦涛共军团 水平比较差 他也没干过地方政府的这个官员 地方政府官员水平比较高 为什么 手上的事情太多 你都要解决,摆不平不行的,摆不平出事的 所以地方官比中央官水平高 但是你看这个谁,那个叫什么 胡锦涛 就没干过地方官 虽然讲什么西藏的,他都没真正的干过 那 领导水平一差 他手段就很 粗粗暴,就是一票否决 这一票否决,这官场气氛就很紧张 很紧张 为什么,我一错我就完蛋了,辛辛苦苦 爬了几十年,爬到这个位置上一下子没了 所以大家都很紧张,越紧张 越不想承担责任 越不想承担责任就越得找窍门 这种隐秘的政策最好让他躲 躲开这个责任 所以这种气氛 不敢错也不能错 这是第五个,第六个 互联网 互联网时代 信息传递快 然后这种文件,你就发个文件下来,啪一拍手机就出去了 这个文件很容易泄漏 而且信息传递越来越快,这个后果非常严重,你出一个文件,这一不小心传到社会上去 那就炸了锅了,所以特别是 自媒体 社交媒体 这一出来 那形成的那种聚合效应,很容易放大 这是一种政策,一不小心被放大 不同的一解读 那就坏事 经常会坏大事,对政府官员来说那吓得够呛,所以 所以在这些背景之下 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出现了所谓的 我给他总结叫无痕失证 无痕失证,我总结了四条 这叫什么 只做不说 这是第一个 第2个 说了不认 这是第2个 第3个 认了也不全认 认了也不全认 第4个 全认了 也不是政府干的事 就是这样 这叫什么 这叫政府耍流氓 这就是典型的政府耍流氓 是独裁政权的下流版本 很下流 也是流氓行为的 无耻版本 流氓不一定无耻 你去看看 你去看看日本的那些黑社会 流氓是什么 流氓不一定无耻,但是这些流氓行为 非常无耻 那么 这种行为和现有的中共的施政 慢慢的形成了什么呢,形成了中共的新的这种施政模式 两层皮 什么叫两层皮 对着公众一层皮 笑脸 对着公众 笑脸 讲好话 讲大话 讲空话 好 你看这次这个 疫情的这个救助,你就知道,这个上来 就讲,我们有12345678910,10个措施,你是认真的分析一下,这10个措施没一个管用 都是拼拼凑凑 就讲这种空话讲话 你比如说像什么 提高物价 补贴 一倍 提交物价补贴一倍多少钱 他不讲多少钱 47块钱 他讲一倍,他们不讲多少钱 就47块钱 就这种,你现在47块钱管什么用,你说说看 就是 你看政府就是 这层皮,面对公众的这层皮就是全是假话,空话,大话 好话,好听 但是不管用 就是一个,这是一层皮 那么不面对公众这层皮 就是黑脸 就是黑脸 就怎么狠怎么来 只干不说 干了不认账 这是另外一层皮 然后呢,在辅助 政府在施政的过程当中呢,这一头呢就是 就是 假话空话 这一头呢就是黑脸,只干不说 然后呢,后面呢 再安排个什么呢 再把这个 中宣部 再把各个 各个叫互联网管理,互联网管理2.0版本再一上 各社交媒体 各社交媒体,各互动媒体,自媒体 再养上千,成千上万的管理员去删帖子 反正你讲话 我 我只要每天列出个列表来,这就搞帖子全删 全删 删帖子 再养上一千万五毛 去各大射体上 媒体上去打横炮抹黑造谣各种 污蔑 掩盖 其实 五毛干的最多的事情,其实前面是什么打横炮啊,什么抹黑造谣 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掩盖 就是霍悉尼参沙子,他做的最多的工作是霍悉尼参沙子 然后我交了护照了 我的护照被人收走了,然后他就跑过来,我没收啊,另外一个说我也没收啊 跑出来10个人说我没收 然后这个收的人就是变成了十分之一,这就是掩盖,他不删你帖子 他就用这种方法,刚才你看 我们这里面有人说我没收啊,我的护照还在抽屉里摆着呢,这就是这种方式 就养上一千万的这个五毛 然后各个媒体 各个自媒体,各个自媒体平台,各个这个 社交平台,在养上成千上万的这些管理员 删帖子 这些人就是 五毛就是不删帖子,就是掩盖 然后再有一个什么,后来再配合一个什么 配合警察 警察现在开始动手 参与这些管理,管理什么呢 训诫 你发了帖子是吧,发了一个我不想大家知道的帖子 我就把你找来,训诫你 请你喝茶 就用这种方式 你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施政就变成一个这样的模式 这样的模式 那么这种行为,就中共这种施政模式我们叫 叫无痕施政 加上前面的这个前台后台的这个模式 就有两个深刻的背景 第一个深刻的背景 就是政权的合法性 没有解决 这些年都没解决 我的权力是 从哪里来的 我合法,合法不合法,这个问题没解决 从1949年 到现在都没解决 这个我就不展开说 第2个 政策的授权 也没解决 你出个政策,你政府 我推出个政策,我得有合法性,我有授权 他想干他想干的事情 又不想被制约 就 就只干不说 就这样,偷偷的干,就讲的不好听 就是偷偷的干 那么现在是什么社会?互联网时代 信息 加快了这种信息的传递速度 这个社会越来越透明了,其实 其实透明 越来越透明了 政府干坏事啊,很容易被抓到 而且风险越来越大 所以政府就 就这么干 干这种事情 这么干的就像什么呢? 很像什么呢? 很像黑社会 或者说 干事越来越像黑社会 还是我那句 还是我那句老话 叫什么呢 干坏事 干正事千疮百孔 干坏事滴水不漏 那就现在 政府的这种 执政 就是一个这样的现象 我今天我就主题 就是 跟大家说说这个中共的无痕施政 的模式 那么这个模式呢 我相信 我相信会持续下去 各个地方政府都在干这种事情,从中央政府开始 从中央政府开始出一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发一个什么什么意见 这就是一个无痕施政的模式之一 带头干这种事情 非常要不得 政府干起来黑社会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就 就把这个主题就讲到这里好吧,那么我们下面就进入这个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今天点赞不多 是不是我们主题不受欢迎啊 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那么 我前两期节目我都 解释了一下,关于我们会员交流群被取消了,关闭会员交流群的一些想法 和背后的一些原因 那么昨天还是有人问我,问我这件事情,我还是在这里再继续跟大家解释一下 那我们的会员交流群我当然一直很想保留,其实这件事情 我也是 纠结了很久,怎么办 那么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两个判断是我们现在是能看到的,第一个判断就是 如果我们真的要把这个会员交流群管理好 我们需要投入大量的管理资源 这是第一个 可是我们谈,我们投入不起 投入不起 第二个 五毛他们介入这件事情的决心是很大的 我们阻挡不了 拼资源我们拼不过他们 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基本的判断就是 这个阵地一定会沦陷 这就是 这就是为什么最后我还是决定,既然我们要沦陷,我们就把它关掉 不能让五毛占领 这是为什么关掉的原因 我当然我非常理解,有一些网友很喜欢这个平台 我也很喜欢这个平台,其实我经常在里面看,会看一些 也有很多 不错的网友,不错的看法和意见,这个我觉得很有价值 但是没有办法,这件事情 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所以 所以我还是在这里向大家做一个 做一个解释,也向会员朋友道歉 我没有办法,我做不到这件事情 但我请会员的朋友呢,还是 来直播,跟大家交流吧 好不好,我们的直播的人更多 你的意见更,有更多的人听见,所以 当然这只是个 没有办法的办法 好吗 好,这里跟大家做个解释,好,那我们下面进入一个 互动 进入互动呢,例行公事,我们还是要 解释一下 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了,聊天停止 三个 情况 问题 这个 观点 好吗 鸣谢一下 谢谢,最近几次没赶上直播,今天请王老师多喝几杯flat wine,好,谢谢 朱涛,谢谢,赶上了直播,请王老师喝杯美事,好的 谢谢,王先生您好,今天是不是改直播时间了,是的,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们直播时间 直播一提前半个小时 这样的话,国内的网友就不用熬夜,完全没有问题了 提问,王老师好,有言论称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4月8号多名体制内学者商讨 目前国内外疫情的问题提出九点共识 在国内遭删除,可是我在香港经济日报并没有开到该文章 是言论还是谣言,还是香港经济日报撤下了该文章 请王老师分析一下 空穴来风肯定不会无缘无故,那么我看你说的这个情况呢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香港经济日报是有这篇文章 但是呢 肯定是得到了某个指令,然后把这篇文章撤下了 所以你看不到,应该是一个这样的事情 应该是一个这样的事情 应该是国内不想看到这样的文章吧 谢谢,分享一件小事情,我刚刚在iPad上玩了一个小游戏,竟然要我实名认证 输入姓名和身份证号码,至于吗 政府现在的倾向是什么 就是要 找到你 就是我们上次有个节目,专门讲这个健康码 健康码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上个星期的一个 一个节目,是主题讲健康码 大家可以搜一下 就是这个目的 就是政府要找到你 当政府找到一个可以在茫茫人海当中 把任何一个他想找到的人都找到出来的时候 政府和 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在过去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当中 政府和人民民众之间的关系永远是政府 和民众,是群体对群体的关系 那么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是 政府如果 在民众当中能够找出其中一个来的时候 那么民众就是个体对政府 面对政府 会出现什么情况 力量对比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悬殊的局面 民众就变成无法抵抗 所以把民众找出来 是政府一直要做的事情 那么 保护民众的隐私 隐私 是民众保护个体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壳 隐私是什么 很多人隐私以为是我不要被人骗,不是的 你记住 你的隐私 是保护你 对抗政府的一个非最后的防线 如果你隐私没有了 意味着政府可以对付你的个体 政府可以对付你的个体的时候 你就不会有任何的个人权利,因为你无法抵抗一个这么庞大的 防然大物 理解吗 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 所以个人隐私绝对不仅仅是 是被骗子骗的问题 也不是被人侵犯的问题 是解决,是个体保护自己的最后一条防线 谢谢,我在云南医疗系统 护照我们早就收了,但要拿出来还是很容易的,管理其实不太严格,我早拿出来了 另外报告一下,我们准备要去支援边境了 云南边境上大量人员回国,导致所有的宾馆住满了 还有就是我们这里自动取款机不能取钱了 只能在柜台取钱 我问了银行的工作人员 他们的说辞是大量人员涌进国内,尽量不能让他们取钱 OK 谢谢,请王老师吃 Cheese Steak 今天直播提早半小时,YouTube有通知 谢谢 谢谢 观点,所有 会悄悄干的事情,表示他自己已经知道 是不合法的,怕别人说 行不正气不顺,行不正气不顺才会偷偷搞 全部的事情都是这样 政府这样如何能带领人民当榜样 谢谢 谢谢,继续请喝咖啡 观点 国内啥时候不开放言论自由 说啥都没用,但是没有司法独立,基本上无法做到言论自由 半日阳光,谢谢 王老师辛苦了,复活节也不休息 请王老师 Fika 吃块瑞典 蛋糕,谢谢 新火 出来哈,几周都有网 对的 瑞典子民 支持王先生,谢谢 好,情况 全国都收,副科级 以上全部收,敏感部门不论级别都收 情况,关于无痕施政,我去年被拆迁,谈了六个月,最后 签协议拿款,所有文件都可以看,不允许拍照 连拆迁协议我都不能手拿一份 提问,大学要求高级职称上交互道 有同事孩子出国 出生于美国,段隔时间 间隔时间要去美国一次,据说 据他说,取回护照比较简单 目前也没有听说谁的护照拿不出来 那么收护照的意义何在 就是他知道你要走啊 而且他知道你要去哪里啊 而且 护照在他手里 那就是他 你去拿的时候 他想给你就给,他不想给你,可以不给你啊 这不明白吗,你说拿护照很容易是什么意思 拿护照很容易,并不意味着你这次容易,下次也会那么容易呀 所以 你还没明白拿护照是什么意思吗 收你的护照什么意思吗,你觉得很容易 就会影响这件事情的属性吗 不是的 他想让你容易就容易 他可以让你没那么容易的 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去 让这件事,模糊这件事情的属性 提问 在美国为什么没有一个统一的身份证 发现美国人坐飞机都用各种各样的证件,比如驾驶驾照之类 为什么 这就是因为民权很大 当然这些年,这两年开始推行身份证,以前美国人是没有统一身份证的 就是不能让政府找出我来 理解吗 就是有个全国统一的身份证 政府就很容易找出个体来 我就要对付你 这就是民权,民权是所在 不理解吗 所以 中国是个案,全世界 是共同的 观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个通行的趋势 就是常态化的机构往往逐渐空洞化 而实权机构往往是非正式的机构 这个原因是秦治国家的执政者 执政者不仅需要集中权力 而且还要推卸权力带来的责任,这就是秦治帝国的实质 权力与责任高度分离 不完全是这样 不完全是这样 这是 秦治 那 中国的封建帝国,其实还是分得很清楚的 皇帝 皇权 那么政府 政权 皇帝 通过政府来执政 政府具有执政权 皇帝可以更换他的执政者 这就是中国的国家的构成,是一个 皇帝基本上是一个 虚伪的国家元首 那么中国一直是这样 然后呢皇帝呢就发现 他很想有新的权,想更多的权力 他就干什么 他就废除这个 行政首长,就原来的宰相就不让有宰相,就把宰相的权力分散 那么越到后面,你说的这个现象是对的,但是你对这个事实不清楚 第1步 就是皇帝废掉首相,废掉这个宰相 其实宰相也是皇帝的家臣 宰相是干什么的,宰相原来是 皇帝家庙里面 负责祭祀用的 宰 就是宰身口的 派过去做政府的首脑 叫宰相 皇帝不断的派他的家臣去政府里面当 当执政 当官员,所以很多 你看很多政府的官员的名称 都是皇帝家臣的名称,就是这么来的 第1步把政府的这个首相,首长取消 分成6个,这唐朝干的事情 到后来 到了清朝干的什么地步 因为皇帝是不愿意执政的 皇帝执政我还当什么皇帝,忙得要死 但是全中国历史上最忙的皇帝是什么时候 就是清朝 清朝为什么会忙 他连政府的 政府都废掉 废掉政府的决策部门 他自己成立一个什么 军机处,军机处是什么,军机处就是皇帝的秘书处 还是皇权跟政权,其实还是分开的 只不过他把那个决策机构从政府拿出来放到 自己身边 变成军机处 变成一个这样的部门 那政府就真的是在执政了,所以清朝 是唯一一个 唯一一个朝代是什么 政府自己,皇帝自己执政 我就天天在那 批奏章 做决策 所以清朝跟其他的中国历朝历代不一样 在清朝之前,还是有一个政府 还是一个 皇室,还是个分得很清楚,到了清朝 就不那么清楚了,因为他把决策部门 拿到他身边来,成立一个军机处 是一个这样的模式 你看到的一个趋势,但是你还是要更多的了解中国历史 问题,请问王先生,层层无痕 施政模式下 最基层的执法人员会 会承受最大的责任和指责 基层工作更难做 也不一定,执法部门一直干的就是 一线基层执法人员从来干的是脏活泪活,他不管指令来自哪里,他只是干这件事情而已 所以这件事情 没有关联 提问,王先生今天说的无痕施政 现在已经在中国大规模实施了 很多时候上面的政策就是口头通知 想请问王先生,这种方式的弊端是什么,什么时候才能够被迫停止这种模式 没什么弊端,对执政者来说 这种模式有百利而无一害 唯一的害处是什么 唯一的害处就是比较麻烦 就是 人肉通知 就是 必须人亲身去做这件事,以前就发文 用文件 用文件跑 跑这件事情,现在不是,现在人手跑 这是唯一的弊端 但是弊端也有好处啊 安排多点自己的人 观点,今天讲的太重要了,无痕他们执法时打人也是这样 打你要命部分,但是没有外伤 观点,那些监禁起来被死亡的人 这个被死亡实际上也是无痕管理的一部分,就是这样 提问,为什么中国人都那么听话 不交能怎么样,我说没有护照 就 就能不交了吗 好像不行 你看 他收护照的部门都是什么部门 大部分都是有编制,有身份,有编制,有福利的部门 那么这些部门的人,还是很看重他现在的这个岗位 你要是不交 我就派人去公安局查一下,你真的领了护照 我回来处分你怎么办 所以我不觉得他们能够抵抗 抵抗不交 提问,旅用换外汇用的事,老百姓自己的事,为什么会影响国家的外汇 当然会呀 只要你出国,你一定会换外汇的 不管你是跑到银行去换 还是你跑到这个自己去 地下钱庄换 你都会换外汇的 虽然他是自己的事情 但是这个钱换出来的事情,是最后会体现在 国家的这个 账本,国家是有个账本的,就是有国际收支账本的,最后会在国际收支账本上反映出来的 这个不是国家的事情,这不是个人的事情 当他变成一个大规模的行为的消费行为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国家行为 观点,从通常法律上讲 政党只管党内的事,管不了政府的事 西方应该从这方面着手 结构性改革 主要部分就是改党政不分 就是所有的,你看从纳粹开始啊,这件事情从纳粹 从苏共开始就这么干了,就是 把党和政府结合在一起,或者是把党 欠到政府部门里面去 控制政府 党是什么 党就变成了一个 吸附在政府身上的一个 吸血鬼 他控制政府 否则他控制不开 中共的改革是从什么,从哪里开始,从两件事开始 第一个 党政不分 第二个 政企不分,中国改革开放是从这两件事情开始 你要看中国的改革 到底有没有走回头路,就看这两件事 有没有反改革的趋向 就看这两件事 你看得出来吗,是不是 情况,据某个内部文件显示 整个四川省 医院新增五万两千个床位,以应对风险 看来二次问题已经出现了,不然 以他们的习惯,不会去特意未雨绸缪的 应该是 不过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件事,另外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 就是常态化 就是我们讲疫情管控常态化 就是要保持常态的 疫情管控措施 这也是有可能的,这也是有可能 提问,目前走德国的移民项目,去年卖房在德国小城市买了房 看重的是孩子未来的教育 目前在学习德语,普通人去欧洲生活,王老师有什么建议吗 特别是在融入社会 方面 我最近才觉得入籍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获得一个作为公民的政治权利 我同学在德国八年刚入籍,说很多在德国的中国人都是 长期拿绿卡,整天觉得祖国好 其实觉得很大程度上就是没有政治权利,没有归属感造成的 不入籍是什么意思 不入籍有两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就是 一个身子在这头,半个身子在国内 还是希望能够保留在国内的机会 这是一个想法 大部分的人是这种想法 就是我常拿一个绿卡 获得长期 我有权在这里长期居住 但是我又半个身子在国内,那么国内有什么机会我能够跑回去挣钱 这是一方面的考虑,还有一方面的考虑就是 有些人因为他长期就没有过他的政治权利 那么你从国内来 你有过政治权利吗 你从来就没有政治权利 所以他不知道政治权利是什么 他也不觉得那个很珍贵 他也不觉得那个有什么价值 所以他对这件事情不在乎 这是一个问题 第2个问题就是 关于你说的这个融入这个社会,融入这个社会 如果你连入籍都不在乎,你为什么要在乎融入社会 你说呢 融入这个社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两件事 第1件事 你首先要投入这个社会,要认可他 对吗,你要认可这个社会价值观 认可这个社会行为 这是第1个,你要认可 第2个,你要对这个社会要有投入 要有责任感 你要有一个 我为这个社会,我成为这个社会一份子,我应该怎么做的 一个这样的心态 如果你不是有这样的心态,你怎么会入籍呢 所以投入这个社会,融入这个社会 他都是一个整体 就是 你到了这个国家 你要成为这个国家的国民 你要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成员 你要成为这个国家的基石 你要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这是最重要的 你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 你才会知道 人的权力是多么重要 多么珍贵 所以 情况,无痕试正向 内部文件越来越多 且不对外公开 也没有既定程序和制定依据 不落款 单位更不盖章 很多内部文件通知也是深夜发布 大大小小会议或各色 各种特色时期 甚至不允许离开地级市 不批准政策休假 就是这种 情况,执法部门都在吃经费,维稳基金,拆迁专项资金 公安专案经费等等等等,这是高层 向听话的基层人员分肥的一种方式 情况,最近国内需要补交什么个人所得税 这只需要我再补交7000多 6月份之前不补交,影响真信 这个不是公司已经给我交过税了吗?为什么这个还需要今年在APP上 单独补交呢?以前都没有这种操作,很郁闷 我看我很多朋友都一脸懵逼 之前都没有这种 操作 政府没钱了 要开始开刀了 还有一个 去年不是减了个人所得税吗? 那这次你看让你补交了 情况,王老师的主页这段时间不是 最新更新了 必须点全部视频才能看到最新的 这是YouTube有益的吗?太坏了 他们一直在干这种事情 提问 请王老师比较一下当下 中国社会和晚清的社会的意统 我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意统 晚清社会 随便办报,那个时候随便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办报纸的 中国你能办吗?你现在中国社会能办吗?你还不如当年的晚清呢 好吗 你不要这样比较,你这是骂晚清 日本传媒报道,中国向日本提出抗议,不满首相安倍晋三 感谢蔡英文,安倍晋三早在推特转转载蔡英文的帖文 内容提到 台湾愿意与日方携手抗议 安倍晋三又以日文和中文向台方资谢,并称日本台湾一起加油 独外新闻引述政府消息报道 中国外交部认为安倍的贴文有问题 已经透过外交渠岛向日本驻华大使抗议 我觉得没有用 原来中国经济很好的时候,日本每年在中国 挣个两三千亿美金,那么现在 中国经济不行了,那么 日本人估计在中国挣不到这么多钱 所以 原来中国年年敲打日本,一敲打日本,吸取历史教训 现在日本政府 昨天我们的节目讲,日本政府有22亿美元的经费 帮助日本企业牵出中国市场 他连这个都不怕,还怕你这个抗议 理都不理你 想多了,没用的 我觉得日本会慢慢的对中国强硬起来 为什么 没有利益了 我为什么对你客气呢 你说呢 日本又不是要靠你 原来靠你当然,你敲打敲打 我就不做生算 你现在不靠,你都靠不上了,你的市场不行了,我还理你干嘛 观点,不放弃党位军制度,一切都是空谈,全世界还有哪个军队 是先对党,而不是对国家效忠的呢 观点,美东有一次与国内一个对政治并不太关心的企业高管朋友聊天 他问我 中国体制与美国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掏出手机 给他读了英文韦斯字典对于某个体制的定义,一共四条 听完之后他说这个定义很准确的描述了中国的现行体制 这时候我把手机递给他 这个定义是韦斯字典对法西斯的官方定义 朋友下巴立刻掉到地上,法西斯的全称是国家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大家是不是很耳熟,五毛们 是不是很亲切 好吧 观点 顶级的防火墙,人均两个摄像头,网警监视和派出所训诫 七毛自干五大外宣,上述都很烧钱 而且总有漏网之余 防疫马大大降低了维稳成本,朝廷以后更加无法无天 好了,我们现在时间到了 情况,谢谢王老师刚才关于融入外国国籍的一番话,我在国外生活了十多年 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都已经相当本地化 但是还是很执着的守着中国国籍 因为这次疫情我开始思考换国籍的问题 刚才王老师的一番话让我彻底清醒了 马上开始申请国籍 再是感谢王老师,谢谢你,好,我们时间到了 感谢大家的参与,我还在鸣谢一下 云端,谢谢 谢谢,情况发现最近YouTube又不推送了 同时油管在王舍的视频分类上做了手脚 我这边王舍的相关视频都是小众的音乐MV 没啥播放量的Vlog等等,这种操作对限制王舍的视频流量 效果显著,他们就是这样,又开始干这种事情了 可可粉,昨天坐在密闭的机舱内 听王老师讲张洪文医生的那期节目 节目中提到中央空调的传播性没有传言的那么可怕 顿时令我倍感安慰 好吧 谢谢 想提醒觉得拿护照容易的网友 收护照是剥夺了你无条件旅行的权利 将之赋予你的单位和你的工作挂钩,是的 谢谢,坐标法兰克福,德国政府给我们的公司补助了 补助通过了,未来半年总计9万欧元 请王老师喝一杯德国啤酒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今天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会员直播视频是 是我们一连三期讲我本人的 职业和非职业生涯,谢谢大家